数论是孩子常考的题型 也是他一错的题型 来看这道题 在一到一千的自然数中 能被五或八整除的数有多少个 很多孩子会这样算 先算一下能被五整除的数有多少个 那肯定是每五个出现一次 那一千除以五等于两百个 再看一下能被八整除的数有多少个呢 就用一千除以八 就等于一百二十五个 所以用二百加一百二十五 如果这样想你就错了 因为还存在一类数 比方说四十 四十是既能被五整除 又能被八整除 说明在这二百个数里面包含四十 而同时在这一百二十五个数里面 它也包含四十 那你就被重复算了呀 那接下来说明我就要把 被重复算的这类数给它去掉 而被重复算的这类数是哪些数呢 你看五和八的最小公共倍数是四十 那我说这类数一定是四十的倍数 那也就是说能被四十整除的数有哪些呢 那就用一千除以四十 一共多少数啊 有二十五个数 所以接下来你就用二百加上一百二十五 再减掉重复算的这二十五个数 就等于三百 所以能够被五或者八整除的数 一共有三百个 数学学得好 方法很重要 关注我 我是刘老师 我们下考 robust的数学 下证 прям继续 下证 下证 下证